陪伴你第一時間想到些甚麼 很開心 因為我游之前其實都沒有太大期望 而且沒有太多壓力 因為我在セミファイル已經游了一個BEST TIME 已經達到我的目標 所以我出場的時候 我都希望可以好好享受這個100米 所以現在有另一個BEST TIME 也都拿到另一個獎牌 是很開心的事 是否一個沒有太多壓力的心 令你成就得到 拿到兩面獎牌 在這樣的心態去應戰 可能也有少少關係 因為始終我知道 如果我一緊張 比賽就發揮得不好 所以盡量都是以平常心 就是個人越冷靜越好 可能心態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比賽的時候 80%是跟心態有關 20%才是跟你的體能分別有關 所以心態一定會影響到表現 看回分段時間 你跟セミファイル一樣 是25秒1 但是後段又快了 今場的策略是怎樣 都是直衝回來又再繼續衝 我知道最後25米一定會很近的 所以最後10米都得到頭髮氣 繼續直衝 你狂擴亞洲紀錄 這次又拿了兩面銀牌 下一步 50米 就不是自己的主項 怎樣調整和準備 50米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for fun的event 因為我本身沒有想著游 但是又Qualify了 教練就說 不如游吧 所以有個50米都是 看看可不可以游到你一個best time 然後 是 謝謝你送回我們 謝謝 謝謝 我覺得算是支持多的一定 因為始終沒有觀眾在看 看著比賽 看到在家裏有這麼多人 在香港看著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下午還有50米 你的目標是甚麼呢 獎牌還是下午紀錄 50米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fun event 都不是我的主項 所以我都希望 看看可不可以游到 一個best time 謝謝 謝謝Syvonne 謝謝Syvonne 加油